真的救人如救火 而接下来这个消息呢 也是惹出了纠纷 这是在桃园这边 有一名喜盛的老翁 他因为陷入了昏迷 这家属呢就请求119来帮忙救人 没想到救护车是开到了 离家门口大概50公尺的地方 突然停下来了 这因为救护人员竟然担心的是 他们的车子会被刮滑 汽车开进3米宽的巷路 看起来有点不方便 但通行没有问题 不过下以救人优先的救护人员 却说巷子太小 担心救护车被刮滑 拒绝把救护车开进巷内 只肯推单架 让陷入昏迷的病患 冒雨上车 门刮不到好不好 人家杨敏胜呢 副属的那个救护车 救护车 对 后来送回来嘛 对 那他们也是送到门口嘛 都到门口 桃园一名喜身的病患陷入昏迷 家属打电话求助119 当时救护车开到巷口 距离家门不到50公尺 就不肯进来 救护人员说 像弄小救护车倒车容易刮到 必须自掏腰包赔偿 要病患淋雨上车 隔天老翁不见往生 家属好心痛 以救人为天职的警销 根本没把救人当作第一优先 有一个 有一个 说要进啊 有两个说不要 学长不要 距离可以三吨半的货车都开得进来 但是 救护车停到这里之后 就载不进来 事实上 警销人员在执勤过程 如有损坏器材 是可以向消防队申请经费维修 任命关贴 救护人员当下情绪性的言论 不但缺乏同理心 也让家属直呼 太失望了 中日新闻 简正峰 李贯志 桃园 采访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